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下一件我倒是覺得很討喜 它是個瘦頭 對 裡面有個瘦字 中間有瘦的字 而且看起來應該是個白玉對不對 是 也是所謂和田玉啦 對 不過呢 從這裡頭看它的這個雕刻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那個鋸齒紋 對不對 有 這中間 是 會不會很擔心是 會很擔心是什麼 被主持人講一下都專業了 會不會什麼機器什麼的 這樣很害怕 但沒關係 看看我們 你那個時候 有沒有帶去給別人看過一些 這個基本上就沒有 因為我比較說是帶比較特殊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和田玉 然後有瘦很討喜 那基本上就好像是一個物件 也是從爺爺的那個箱子拿出來的 對 沒錯 是的 是的 真的要是有看的 對 它這是透雕的技術做的 是 就是透雕 用收工收的 收收收收收收 收出來的 是 透工 收工收出來的 是的 收一個袖子 然後這是一個桃形 對 袖桃子 因為桃子是長壽的意思 是的 所以這件 這件是 透雕的還算不錯的 是的 然後玉子也滿白的 是 水頭 滿透亮的 是的 滿透亮 你都可以講說一些術語 我張教授有看 我們有學習 真的好耶 那我們也趕緊來見個假 來 請見假 請見假 一萬八千元 這個算不錯喔 對 這個很好了 對 這件是 是 清代的東西 清代的 是 這是一個玉配吧 對 玉配 是的 那這一件呢 這個是和田玉 玉子 是和田玉 還滿透白的 還不錯 那這一件呢 收工收出來的這個袖子 其實做得 那滿好的 對 但因為它是小配件 是的 所以它不會說貴到很貴 那這個價格 這樣子一聽下來 這樣一路聽下來 這算是最好的 覺得還滿開心的 還可以 而且我覺得配你的衣服有沒有 中間逛的時候 就把它 有福氣的感覺 對嘛 是不是 對 這個我辦事的時候 可能會增加多的福氣 是啊 也把福氣分享給別人 因為我看你這個身形也是 還滿有福氣的對不對 而且它又這樣效果強開 像明日福似的 我覺得挺開心的 跟它站在一起 這在這裡 有聲音耶 對 這是可以切開的玉環 對 它就好像是那種 手環可以拉開的 來 示範一下 它基本上來講的話 有點害怕 對 它這可以 我們可以 怎麼樣 你看你自己都已經 推的時候緊張一下 上節目也是會緊張嗎 當然 是的 看到美麗的主持人 會緊張一下 對 那你覺得它應該也是一個 對 可能掛在身上的掛鍵 可以是 這也是一個吉祥的意思 對 就是一分二 二為一 一為二 二為一 它是一個吉祥的意思 這樣咳咳咳咳嗆 嗑個碰碰 你有時候會不會挺害怕的 不會 我們常看這個東西是還好 對 可是反而也就是從箱子出來的 沒錯 對不對 也不知道他們價值 那我們也來評估一下 好 然後再來看 到底要怎麼樣來看 這塊玉 來 請 建價 請建價 兩萬五千元 這個櫃 有一號 這個櫃要小心 我要收好它了 對 這塊要怎麼看 像它上面有它的那麼白 對不對 它的玉石 玉石比它差一點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比較灰 灰青色 價格高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雕工比它更好 然後它有這樣的設計 剩下的東西就很少見 所以可以一二 一個變為兩大 一分為二 對 一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它上面這些紋飾 是的 雕得很細的 雕得很細 這是細線弓做得不錯 是的 細線弓 細線弓 做得不錯 然後它整個的這種 就是紋飾的設計 比那個好 它的藝術價值在高 對 藝術價值比較高 因為那個壽陶 其實那個陶子 比較一般的 它這上面的紋樣 設計得比較高級 雕出來比較 就是說我們在藝術上的表現上 它比較道地的東西 這就比較好 所以這一件是比較昂貴一點 你覺得它大概是什麼時候的 清代的 也是清朝時期的 對 你看 就說我們這樣一路看過來 爺爺還真的有帶一些 步步高生 那不錯的東西耶 爺爺 對 到這邊你就不太用太擔心 晚上可能會有那麼不斷 我那個箱子裡面還有很多 可以慢慢來 還要三選 真的耶 有時候真的碰到好東西 是的 接下來你看看 這個桌子 雖然手為是小了一些些 但是你是白玉 來 我們換 李老闆 謝謝 李老闆好 這手為超小 手為太小 對 你自己本身 很喜歡這些東西 覺得會有一些些的感應 那你自己會拿到 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對哪些東西 你會覺得 好像在跟你講話 有 像我們有 可能有些信徒 會拿一些玉來開光 像觀音 屠薩 還是他們比較久的 那就像那個 剛才我們曾教授講的一樣 古音會有靈 會有一點靈氣 對 那有些神明 可能仇拜久的 祂可能是玉的菩薩 還是彌勒佛 佛祖類的 祂都會有一點靈氣在 那祂有拜有保佑 有拜就有保佑 那拜久之後 祂就會有這個靈氣在 都被你講得都感覺 要帶個什麼東西 好像可以先看過 對 搞不好你可以知道說 基本上還要計畫過 誰帶過 是 對不對 先考慮 對 我們要不要掛 對啊 這個是什麼人掛過 對 我也會怕 你也會怕 對不對 老闆現在拿著我也會怕 等一下說這個東西不是好的 你是怕這個 你是怕說沒價值 我是怕說 這正正是誰打過 對 你看起來也是個老賤 是的 通常是這樣子的 像是要有白玉的鑑定 不是講什麼水頭什麼的 對 它講的就是顏色 白不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油不油就是溫潤的感覺 溫潤的感覺 再來就是這個抑鬱 形式 對 抑鬱形式 它是什麼樣的抑鬱 對 最後才去尋求 尋求說它有乾不乾淨 好 但是因為它現在緊張的是 因為這都是從爺爺的 一個箱子端出來 它也不知道爺爺買多少錢 當年 當你值多少錢 對 它會不會真的留守 到一個古董 是 來 我們評估一下 請建價 請建價 這也不錯耶 來 怎麼看 這個手鐲來講 它顏色是夠白的 然後你看這個油分也夠 是的 那個油分 有的摸起來就是乾乾的 當然你拿這去炒菜 是不會跑油出來的 對 只有那個油的感覺 是的 油的感覺 但是因為這個 這個手也太小 不過基本上來講 它就是它裡面就是 所謂這個瑕疵的食物 是沒有 只有這一道的地方比較明顯 對 有些別的礦物在一起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是好的啦 不錯 太好了 可是也沒辦法帶 要建議就是買這個 你就可以帶了啊對不對 對 你看得下啦 好不好 那我勉強 我就這樣 解釋好醫生 不要黏黏 不然就是像那個 Essopia的 它就好 對 一彩都穿進去 真的好小喔 很可惜耶 如果它是標準手微的話 這可能會不會是 古代的時候 它們手比較像 對 但是就是說 因為像這種白玉 它的韌度很高啦 所以韌度很高 當然狀還是會碎 因為狀又空的嘛 對 基本上它有時候 輕輕的輕狀的時候 它的韌度高 它有這種交織性的 這種纖維狀構造 所以它的這種韌度很好 也太容易去破損 對 早期從台灣 從這個內地 從來來台灣 很多人帶了 這樣的白玉的東西 是滿多的 所以台灣現在 也很多人就 發現白玉也不錯啊 對不對 但是基本上台灣還是 就南部人 南方人 很喜歡那種綠色的翡翠 不過這樣的白玉 這未來 我覺得還是滿有前景的 所以你看看 也那個寶貝箱子裡頭 還真的是有寶貝的 對不對 所以今天也很恭喜你 下次再繼續帶一下 好 歡迎你來 謝謝